这几天我猜你家要吃排骨了 所以给家人们把排骨烧玉米的做法安排上 喜欢的老铁记得收藏 首先我们准备一盘挺贵的排骨 我用的是熟玉米切成小块 排骨冷水下锅加点料酒去腥 烧开以后用勺子把排骨动一动 这样焯出来的排骨特别干净 开锅焯三分钟捞出来洗一下控干水分 起锅烧油下入排骨 中火炒四到五分钟 炒出排骨的香味 加入大块葱姜八角 酱油蚝油老抽 翻炒均匀上色 然后加水和排骨一平就行 加盐四三香白糖调味 开锅调小火 扣盖炖三十分钟 然后加入玉米 扣盖中火再炖十五分钟 最后加入鸡精 大火将汤汁收浓 撒上几根小葱 就可以出锅了 排骨这样做 肉里有玉米的清香 玉米里有排骨的肉香 老弟主要分享了两百多道美食了 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 或不懂的 记得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 感谢你给老弟点的双鸡 是不是 评计 香港